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此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再生金属分会 近期组织业内的技术专家 科研设计单位 设备制造商 正在联合编制再生铜铝原料预处理技术白皮书 这项工作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我们将在最近的节目中陆续介绍几家有代表性的预处理先进技术和厂家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赞 德福公司在X社线荧光技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下面我们听听德福环保科技上海公司销售总监葛小鹏的介绍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德福公司的葛小鹏 非常感谢 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介绍XRF型分线机 其实对XRF及X社线荧光技术大家并不陌生 手持式的XRF探测仪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采用的是物理原理检测物质的元素 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将成熟的XRF技术和招相机技术与分选机进行有机结合 使X射线荧光技术成为一种最新的分选多种金属破碎料的方法和生产设备 如采用其他商业上已得到应用的技术 如X射线透射即XRT或浮选技术 由于所需的物料密度差异要求 其可实现的分选任务非常有限 而采用X射线荧光技术 可以依照金属的元素分析 并根据其合金成分对金属进行分选 这使得在分选各种金属时 具有前所未有的多功能性和精确度 其用途广泛 如可将Zalba料破碎后的油色金属废料分离为重金属和铝 将重金属分选为铜黄铜新不锈钢的 将Suric破碎的不锈钢废料和涡电流分离料分选为废料和不锈钢 可分选不同等级的不锈钢合金 可对IBA分烧底灰进行分选 采用创新式的自由落体原理的XRF探测和照相机摄像技术的结合 提供了许多优点 如得益于元素分区法 XRF提供了最高的灵活性 也就是中国海关律迪行动政策的答案 将XRF探测和照相机技术结合在一起 可进行形状识别 与皮带式系统相比 兼顾的自由落体设计具有许多优点 无传送带 无活动部件 无维护 设备的尺寸统一便宜升级 可分选物料的力度规格自5至180毫米 对于大型ZOBA料破碎后的有色金属飞料 其分选能力可达每小时14吨 设备具有的软件统计功能 可不断提供物料的组成信息 灵活性和多功能性带来的是 经得起未来考验的投资 该设备已在全球范围内具有100多个成功应用案例 欢迎大家来电交流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领导和专家 好的 谢谢葛总 再生金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品质再生原料的供应 高品质的原料不仅需要先进的分选设备和技术 也需要根据原料特点选择最经济适用的多种分选技术的优化组合 正如前面嘉宾所提到的 同旅再生原料的精细化分选 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也能减轻熔炼企业的环保压力 这也是再生金属分会组织编制白皮书的初衷 好的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发言 下期呢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国内企业在原料预处理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介绍 感谢您收看本期再生半月谈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